火龙果今年7月的产地均价 比起往年下滑了将近有三成 但是消费者却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像是盛产火龙果的南投 最近是采收期 产地价每公斤大约在20块上下 不过经过了拍卖 大盘转手给中盘 再到水果行 市价大约来到了美台金39到49元 价格是翻涨了两三倍 但是农民却不一定赚得到利润 红通通的火龙果瘦到饱满 看起来品质相当好 实地到水果行看看 有民众认为价格似乎没有想象中的便宜 好像还好 对 因为这种店面或者是全链 好像价格都差不多 实地看看价格 大科的一级品价格 大约在美台金39到49元 小科的一科大约18元上下 不少民众说和往年价格相差不大 美台金顶多只有几块钱的差距 而实地来到南投产地来看 农民则是很无奈 现在的价钱几乎都是心理作用 因为水果都还没上市 外界里面就一直喊着一些崩盘 这样子对农民心理上造成很大的打击 虽然是产季 今年量大品质也好 不过却让价格值值落 当地农会表示 和往年相比 往年七月产地均价 大约每公斤三十多元 今年却只剩下二十元上下 大约掉了三成 种植成本每公斤大约二十元 不过收购价却比二十块更低 让农民几乎没有赚头 农会表示 因为水果盛产 消费者的选择变多影响价格 加上盘商和水果商赚轴价差 到消费者的手上 已经是成本的两三倍 汉印往市价差别不大 买气保守之下 让农民雪上加霜 呼吁政府也应该监掏产销制度 接着你今天是奈斯杰 南投报道